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在我国夫妻双方都是家庭财产的主人 以往我们就讲嘛 只要你结了婚 不管是老公赚的钱还是老婆赚的钱 已经没有个人财产的概念了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近年来也有很多这个影视剧体现了这一点 老公在外面包小三 每年给这个小三租房买车买包给生活费 所有这些钱你花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即便你老公振振有私的时候 我是上市公司大老板 我老婆就是个家庭妇女 对不起 你赚的每一分钱都不是你个人的 所以如果正房发现了小三 他完全可以运用法律武器 向这个小三讨要他老公给他花的每一分钱 而且不是说只要二分之一 他可以全部都要回来 因为不存在分割的问题 只要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 他不知情 他就可以全都要回来 那么财产是这样 债务怎么划分呢 对不起 有权利就有义务 既然财产是夫妻双方的 那么债务也都是夫妻双方的 也因为这个事以往出现过很多暗局 有的老婆常年在家 结果老公在外面借了一大笔赌债 最终这个赌债也得夫妻双方共同偿还 很多妇女因此苦不堪言 所以最新修订的民法典 已经对夫妻债务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提一个共债共签的原则 什么意思呢 夫妻双方的债务一定要两个人同时签字 才能够被认定成共同的债务 也就是说虽然夫妻双方是一个主体 但是当签借款合同的时候 一定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那么未来你才可以把这笔债务认定成共同的债务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 毕竟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事你就是跟一个人办的 你不可能办一点小事 都把人家夫妻双方都叫上吧 是的 所以民法典打了两个补丁 第一 如果这笔债务当时签订的时候 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签字 只是老公签了个字 那么没关系 只要老婆后来来补签这个字就可以 而且这个补签可以是在借款合同上签字 也可以由口头 邮件 社交媒体 来进行确认 只要夫妻双方的任一方确认了这笔债务 那么这笔债务就是他们的共同债务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夫妻一方这个借款 明显是用于家庭生活 那么这笔债务 即便夫妻另一方不知道 也算共同债务 除了这两个补丁之外 夫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在外面欠的赌债也好 生一款也好 只要另一方并不执行 那么这就不能算作夫妻共同债务 这就避免了因为一个婚姻关系 结果把一生都赔上的情况 但是当然反过来讲 我们也得提醒那些借款人 既然最高法已经明确有了 共债共签的原则 那么未来如果你要把一笔钱 借给别人 你又想让他成为他们夫妻 共同债务的话 那么很简单 一定要让他们夫妻双方 共同签字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